作为蜀国将领,诸葛亮和姜维都进行过北伐攻击卫国,那两者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呢? 诸葛亮一共进行过五次北伐,战绩适胜两次,小败三次。 北伐都是在损失不大的情况下撤退的,而且都是在有限的力量内北伐,不会伤筋动骨,蜀汉主力也得以保存。 可见诸葛亮虽不擅出骑兵,都采用稳扎稳打的策略。 姜维则一共进行过十一次北伐,虽然也取得了两次大胜,但当时是在蜀汉后期了。 经历过了蒋婉,费一执政时代,蜀汉内部还算稳定,只是自从费一死后,蜀汉皇帝便逐渐听信宦官谗言,导致朝政混乱,国力逐渐衰弱。 而此时的魏国已经发展多年又平定了辽东之乱,国力对比之前更强了。 所以将为北伐是蜀国倾尽全力的北伐,只想通过北伐提升个人影响,并没有实际考虑当时的国情。 综上所述,诸葛亮是一个军事,政治家,先安内在伐外,将为则更像一个军事家,更偏向建立个人的工业。 对此,你们怎么看?